這個也是一樣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說你原來有一個專案 你要再產生另外一個專案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怎樣呢 這地方我可以把它複製 複製之後呢 你再把它重新貼上 貼上的話 直接就這邊貼上 它會出現 哪一個專案的副本 你可以在後面 看看給它刮鬍1 刮鬍2 有時候我就這樣做 然後你就會保留舊的 然後並且可以增加一個新的專案來修改 否則的話你直接在原來的專案上修改 變成說你改 改對還好 改錯的話可能就改不回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你可以用複製專案的方式來做那個 版本的管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剛剛這一題就是在這邊加上那個 三個radio button 所以反正邏輯上一樣 將來你就習慣 一定是 宣告畫面上面的物件 所以會多三個 radio button 所以你變成要多宣告三個物件 OK 再來的話也要連結它們 連結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是因為它們是單選的 所以那個點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用radio button跟前面那個 前面好像有講過 radio button可以用做成那個所謂的共用事件 那這個所謂共用事件就是說你點擊的時候共用一個事件再去判斷說到底點了哪一個 點了其中一個 比如說你點第一個的話 那我就把 這個檔名有沒有 其實主要關鍵就在哪裡呢 做那個檔案名稱的 切換而已 有個地方我們不是要讀取哪一個檔案 那個檔案的名稱呢 就是變數 所以只要把那個抽離出來 判斷完之後給它一個 它應該 給的 比如說我點了1 那它一定就是什麼 就給這個檔名 點了2的話呢 那就是這個檔名 一直類推 那主要就是這個地方做變化 那程式怎麼樣做撰寫呢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這個程式撰寫出來 類似像這樣OK 首先的話呢 反正 照這個邏輯 一定要做什麼呢 做宣告 所以我就三個宣告在一行就好了 你不要宣告成三行 太浪費 這個 這個 多增加程式碼 你可以把它宣告為一行 因為它三個都是radio button 再來呢 連結 不過連結就沒有辦法 一行 但是呢 通常是這樣 可以 複製 先 打完一行之後的話 複製貼上 第二行第三行 但是很特別要注意 你不要貼上貼得很高興 只有改前面 很多同學改前面 後面忘了改 有沒有 有時候都是這樣子 一定要再檢查 前面改了後面要改 那這三行就產生了 宣告 連結 再來的話呢 共用事件 這個共用事件 我想各位不知道 有沒有印象 就是呢 直接在這邊 RB01 RB01 Set on TrackChange 特別注意 它是TrackChange 不是OnClick OnTrackChange Listener 我們在這個地方建立一個MyListener 這個MyListener 底下都是MyListener 這個就是共用一個事件 所以特別注意呢 在OnCreate的這個瓜糊的外面 建立一個什麼呢 建立一個MyListener 那這個MyListener 它一定是 在Radio Button上面 建一個什麼 OnTrackChangeListener 那名稱就是 這個MyListener 並且New一個什麼 也是一樣 後面這一行跟前面一樣 Radio Button上面 OnTrackChangeListener 然後一個小瓜糊 大瓜糊 再 再一個分號 大瓜糊分號 這樣的話呢 它就自動產生我們要的 這個新增未時做方法 所以底下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本來應該是這樣子 本來應該是 就是 到這裡 一個 把這個部分產生之後的話 一個小瓜糊 一個大瓜糊 一個分號 油標放上去之後的話 新增未時做的方法 這樣呢 它就會自動給我們一個方法 叫做OnTrackChange 那我要在這個地方 實作 就是去判斷 到底點了1 還是點了2點3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怎麼判斷呢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把程式 解說一下 最重要就是 我們 在上面我先宣告一個S 預設值就控制出來 這個S就是檔名的意思 這個檔名呢 我來做判斷 那怎麼判斷呢 if radio 我們用一個 1或2或3 如果選擇1的話呢 那我就把這個檔名 帶過來 那帶過來之後的話呢 後面的程式 就跟剛剛 那一題一模一樣了 就是把它開起來 差別最重要就是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個S 這個地方 open 本來是 固定的一個 檔名 那現在改成非固定就好了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做 甚至我建議各位 看看能不能把Spinner 加進來 看看有沒有辦法做出來 因為這個 這個其實還蠻實用的 OK 那把它開起來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 切換的動作了 好 做出來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切換 你就可以這樣子 直接呢 切哪一個就是哪一個 OK 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